虽然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朝鲜战争时隔了64年 但是封存已久的记忆永远不会忘记 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 我国坚决站在正义一方并引导长商与贺彩 作为争议不断的半岛 一直是美苏联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比拼 随着今日成武装力量的突起 美国议政严辞地主持了关于保卫领土主权的联合国82号决议 但是随着战火的蔓延 美军试探性地进入我国东北的边界地带 先后五次对边境的领土进行轰炸 造成我国数百兵人民的死伤 并把带有侵略意味的军舰开到了台湾海峡 虽然我们对此多次向联合国抗议 但终究是无济于事 而美军的意思也很明显 那就是触摸我们的反应 随后在各方压力下 我国决定捍卫主权 出兵围解朝鲜 起初美军并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毕竟在二战期间 我们的表现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但是随着上干礼一战之后 世界彻底见识我国陆军的强大和可怕 在这次战役中 敌军拿出了优越的装备补充 倾泻而出的炮弹 B级的朝向这个仅3.7平方公里的土地迸发 随后武器就明临短缺 43天的作战中 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尸体横尸遍野 血流成河 最后的结果是对方损失2.5万人的兵力 我军死伤只有1.57万人 这场战役之后 美军彻底惊呆了 娇嚣已久的核打击 自此之后也不敢再提 朝鲜战争过后 志愿军用强悍的身姿 告诉世界中国在主权方面的态度和行动 东亚并服的帽子 也随着这一战争终于摘掉